第六章 电动机 翻译掌的刀削 电动机为各种设备提供动力 电动机的种类很多 翻译掌主要介绍省开放昌的三项异部电动机 翻译掌要学习三项异部电动机的结构 工作远离 机械特性 启动方式 敲俗方式 等内容 翻译掌的公式和各种物力量比较多 包括电路 次路 机械类的公式和物力量 翻译掌的学习有一定的难度 要多看书 多思考 多做电机器才能干握 第一节是电机的概述 三节介绍了电动机的种类和应用 大家可以自询 电机可以分为发电机和电动机 电动机又可以分为支流电机和交流电机 支流电机是最早华能与使用的 它的结构复杂 价格高 启动和敲俗型能靠 但是现在啊 逐渐的被交流电机所取代 交流电机分为通部电机和异部电机 又可以分为单向电机和三向电机等等 翻译主要的介绍 三向异部电动机 监管的介绍 三向异部电动机和其他的控制电机 第三节 三向异部电动机的基本结构 翻译的刀削 翻译先将第三节 三向异部电动机的基本结构组成 然后我们再将第二节 三向异部电动机的工作愿力和宣传四床的圈成 这样我们更容易学习和理解 就是我们先了解了电动机的基本结构 以后再将它宣传四床和它的工作愿力 再来看第一个问题 组成与结构 这是一个三向异部电动机 翻译的以后 它的组成是这样的 我们看 第一 纤短杆 第二 纤称 第三 外壳就是有三个片 第四 顶子 这是顶子贴形 上面有老鼠 第五 第五是转子 第六是后周称 七 后卷杆 八 逢山 九 逢山照 第二 试解显 从这里解显 是以极座 第四 二是一种输动式的端子 现在我们看一下 宣传四床 转子的转动愿力 就是我们看这里的 转动的刺帖 当磁铁转动的时候 就带着这个转子转动 这转子是些通 跳 然后呢 两端用软 软幼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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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从这个图可以看到 当磁铁顺时点转的时候 转子就变成顺时点转动 当磁铁逆时点转动的时候 这个转子就变成逆时点转动 我们进一步来介绍它的组称 镜子 这是 这部分是镜子 镜子啊 保护着贴形 镜子捞足 基础 镜子的贴形是由硅缸圈 经过重置 突起 跌崖 而成的 镜子的捞足是三项捞足 这是三项捞足 在镜子贴形上开了很多槽 来放置这些捞足 就是怎么放置啊 我们不介绍 当然学点击微修的 或学点击制造的 要学习这个三项捞足的放置方式 三项镜子捞足 通过接线和音处 它可以解成行星 也可以解成三角形 我们看转子 转子由贴形和转子捞足组成 这是转子的贴形 它是由硅缸圈 接成的 转子的捞足 转子 本身疏弄性和捞线性 两种 拱驴消以100千瓦的点击 做成主驴性 就是 硅档水叠起来以后 然后呢 把驴融化了以后 嚼住下来 嚼住到这个槽里边 既形成了造梯 又形成了缝械 功率大于100千瓦的转子 它的贴形 要往通条构成熟弄式转子 这种 这是贴形 这是它的转子 弄性转子 这是贴形 把通条查到贴形里边 然后 这个通条的两短 两短也能约换起来 注意 通条的两短 用通换和焊结起来 形成转子点流的同路 那么我们说 这里的 后边我们要将 每一颗通条 相当于一项捞足 它多给你通条 就相当于 转子有多项捞足 目前 另外一种是 绕线型转子 三项捞足 转子这三项捞足 这一种 它要通过化换引出来 这是一种 通过化换引出 这是捞足 化换 就是钢 电动器转弄的时候 转子转弄的时候 转子转弄的时候 这老鼠通过化换 点刷 引出来 接测电点阻气 这样通过概念 转足的电子自我 实现挑出 这能力行 如果是钢子 中文章 有温暖的